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好的主播艺人安心雅下午一生性感出席珠宝商的开幕活动 但是可以看得到她还是不免被媒体问到 她的节目合作的一个搭档压子 那这次参与到了一个马凯雅和外籍艺人的一个欧人事件的风破 那至于安心雅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来听听稍稍之前的她的访问 她有吃饱吗 新鸾是几天有跟雅兔联络吗 我有传信息给她这样关心一下 是怎么安慰她 这也比较私底下不方便讲 那她有确定要先暂时退出大党 就是她暂时先不上最大党 因为要多一点时间去理清案情 然后把事情处理好这样 但她在大党就是一个很认真很努力的演员 希望她要赶快处理好可以回来这样 马凯雅其实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也会觉得很可惜是 她可能自己的生活上面 她比较应该是说比较随性一点 所以她可能有时候跟朋友在一起 就没想那么多 建议她去演个戏 欧人安心雅其实还是相当的肯定 鸭子的工作的实力 希望她赶快把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 赶快回到工作岗位上 至于製作人柴志平则是觉得说 马凯雅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子 那希望说她未来能够借由演戏 然后来导致她一个比较不好的生活习惯 那如果未来说有相当不错的演出机会 她也会愿意让马凯雅在她的戏里面搭一个角色 现在有最近星星时间交换棚 好我们看完这个安心雅 还有制作人柴志平 在今天那么都出来 对于这件事情做出了回应 我想听听看 可欣你觉得他们的谈话得宜吗 为什么这么困难 问题都要叫我来回答 我等一下可以补充 没关系 真的 麦麦你这样想想 我觉得新闻总是这样子 当大家一片骂声的时候 一定要有人出来说几句话 这是人之场景 那我昨天还在跟一个 也是演艺圈里面一个 也是大哥级的人在聊到这件事 我说我觉得马凯雅这次真的是重伤 他可能被打趴很难站起来 他会说不会的 台湾人民很健忘的 只要再给他做个活动 或再给他什么东西 他就又活过来了 你看那个大饼 是不是一而栽 再来三 他就是依次在这样 我觉得你说这是台湾人健忘 还是台湾人的良善 我觉得这是不同的说法 但是金元经纪公司 或者是艺人界 大家对于Makio的一些行为 其实说实在的 因为看的太多了 我们都有耳闻了 那就这样 他讲得很委婉 所以他比较随性 对 那比较不委婉是什么 就是随便嘛 就这样子 对不对 比较不委婉就这样嘛 就是自己的自律性很低嘛 对不对 好 那财治平这样讲 他觉得那你来演戏吧 我自己个人认为 以现在这样的一个怒火 我觉得财治平可能 自己要想想看 你这个戏要不要搞砸掉 你自己要想想看 当然他今天大姐出来 讲几句话 来做这些事 我就等着看张晓燕怎么说 我就等着看 晓燕姐你怎么说 对不对 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大哥 大姐们 你们怎么说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我们真的觉得 就像我非常同意 这个某一位 这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宅神说的 对 说 演艺圈 你的标准在哪里 你的 你的 你的生活跟你的 你的生活的价值的标准在哪里 你是不是应该比平洋人更高一些 是 好 我们看到这次呢 这个湘瑩鸭子也被爆出说 他原来也是在这个计程车上面 结果呢 这个不是只有马基尔 那当然呢 现在就有所谓的马帮马帮这样的说法 那么什么马帮的成员有哪一些呢 还有 在之前有所谓的S帮 那么现在又有所谓的马帮 那么马帮呢 当然就是马基尔为首 那么下面呢 有鸭子啦 有湘瑩啦 还传出有谁 包括有丁小琴 还有王思佳等等 那么其中呢 这个丁小琴 跟马基尔呢 曾经交往过同一个男朋友 那么现在湘瑩跟鸭子呢 这个马基尔出事了 反而也不见了 这个没有看到这个丁小琴啦 王思佳出面呢 替姐妹们来解围 马帮的成员 带头的就是被称为是主子的马基尔 下面的成员有湘瑩 形象比较好 鸭子则是专门逗马基尔开心 而丁小琴和马基尔的关系就比较复杂 两人交往过同任男友 发型师张宁 但是丁小琴下面的男友 Sugiro却也是马基尔介绍认识的 另外跟马基尔一样 很敢讲的还有王思佳 根据了解 马帮成员都是靠金钱 和上夜店喝酒来为之友情 好我们看到这个马帮 我们也特别做了手版 主子是谁呢 就是马帮里的马基尔 马基尔为首 那么其他的女星 那么都是成员 包括鸭子湘瑩 还有小call 丁小琴 王思佳 何佳文都被点名在其中 但是究竟马基尔 你说他是拜金呢 还是他是海派呢 组了一个这样子的马帮 大家的友情 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样子的基础之上呢 麦麦你对于演艺圈比较了解 你再谈一谈 其实你看马帮成员 当然小call可能要除外 因为小call一度被纳入马帮 但小call的经纪人也是个个体户 但这个经纪人管得非常严 你每次看小call上节目 这个经纪人都在一旁盯着他 而且其实小call的经纪人管他管得很严 但是马克尔就跟小call讲过说 为什么要管这么严 为什么不出来玩 但是小call在里面是比较打拼的 你看其他马帮成员 大概都是以上通告为主 通告里面很多谈的都是吃喝玩乐 就一般的形象来看 平常如果你茶余饭后当作不花脑筋来看 带你事后来省思 这些艺人他们的才艺在什么地方 几乎是等于没有 都在讲他们的生活上的细节琐事 以吃喝玩乐来做标榜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事情之后 会对我们谈话节目未来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调整方向 我相信很多艺人不敢再来讲吃喝玩乐了 或者不敢以吃喝玩乐为荣耀了 这种事情了 那当然马帮这里面其实 刚讲其实丁小琴跟他的关系比较特别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马帝尔约丁小琴 两个人都走日系路线 对不对 丁小琴是个日系女性 那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他并不 丁小琴 因为丁小琴本身也很独立自主 有开店啊什么的 所以他并不太接受 马帝尔的友情的邀约 后来是有一次大家出来聊 发觉观念很多地方很像 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比较偏向日系的 丁小琴后来现在的这个 苏吉尔这个男的视觉系艺人 也是据说也是 当然跟这个友记 可能都是有关系 在日本的夜店 经过友记的夜店 因为日本的这些很多艺人 也是玩夜店 一定到夜店去的 经过这样的拉线 认识了这个 现在被跟丁小琴做交往了 也是丁小琴跟马帝尔 变成马帮朋友之后 跟这个苏吉尔在一起 苏吉尔以前跟徐若轩 也传过绯闻嘛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他们的关联 其实这连结是很重的 包括工作 情感或生活上面 日常生活上面 那马帮里面为什么讲 鸭子他比较 鸭头骗子 这个艺名是这样来的 也就是鸭子在马 在这个马帝尔面前 真的他自己也讲过 他觉得马帝尔 是他这个再造恩人 包括马帝尔带他 出来见识世面 马帝尔教他 怎么从命的打扮 因为鸭子以前 并不是一个 很漂亮的女孩 马帝尔教他怎么样 活跃 甚至每次马帝尔 有重要场合 一定带鸭子出席 不是有讲过笑话说 日本有人每次来 马帝尔要张罗一些人 陪大家夜店喝酒 本来以为带来 是漂亮绝世美女 怎么带来一个鸭子 这样子 这是笑话 当鸭子被他改造之后 鸭子也为什么说 他要讨马帝尔欢心 因为他觉得马帝尔 带他见过很多世面 也带他冲出了 整个的一个状况 甚至工作拉了一起 很多次你上通告 就是有马帝尔通告 跟王思佳 跟鸭子是一起的 我在他新闻里面 有做过代班主持人 他们来谈的事情 就是这三个艺人 他们就是一起 一起这样子 所以他们等于都是 姐妹有工作 就一起工作 有钱大家赚 团结力量大 团结力量大 不过刚才讲到一个 裁解的东西 就是裁解讲到一点 是重点很对的 其实你看 马克尔经过这个事情 重创之后 未来演艺是有没有 我们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有还不知道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他不可能在节目里面 讲他的吃喝玩乐 他不可能在讲夜店 那你未来要展现 什么样的才艺 主持综艺这块 演戏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互生服 因为演戏是有另外一个角色 可能演戏才能让你 重新再出来 你就投入到别的角色里面 他好像有演过戏 演过 他以前演过很多偶像剧 他也做过主持 他以前最早组织 不是跟欧汉森 跟这个小猪 有传过绯闻吗 因为先是欧汉森的女朋友 后来兵变跟小猪 其实他其实经历 非常非常多 从16岁出来 在演艺圈拍广告 演戏主持 他其实有非常多的 演戏的一个经历 但到最后 我刚刚讲 他只是靠吃喝玩乐 上通告 为什么 马克尔自己也讲过 他现在年龄虽然很轻 但是他已经不想 再做辛苦的事情了 他曾经一度要找他 但他某种程度是拒绝了 那那个马克尔在他的 这个接受访问里面 他常讲说 范范 就也是他的姐妹桃之一 就是说 你是不是要来拍个偶像剧 或小孩子也问他 你不是要做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事业 他说太累了 他不想太累 他说我又不用学 Jolin啊 他那么辛苦干什么 但里面我觉得 有些人是很可惜的 我们今天讲就是说 不要因为一个事件 说连交朋友的自由都没有了 每个人都好像变成 瘟疫上升了 像其中那个鸭子 鸭子他本身是有 自己模仿秀方面的一个才艺 对以前就是 对很可惜就在这里 对当你去入个帮派 帮派是什么 有帮派就无是非 有是非就无帮派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个是非 那我先讲一下 何嘉文他是自己 也有一些才艺 他手很巧 他最近才上一个节目 那他是做了很多样 他很辛苦的一个工作的 我相信他并没有什么 负面的 过去没有什么负面的新闻传过来 所以现在好像被一个扣码帮 何嘉文也进去了 王思佳也进去 好像大家都觉得 是不是形象就是因为这样被沾染到 我觉得这样是对当事人不公平 倒是财之瓶那番谈话 那个大制作人 他讲到就是说 以后是不是有戏 他可以来演个角色 我觉得第一时间 这个事情还 大家在同搜敌概 还在有个情绪在的时候 讲这话让我第一个直觉是说 哇你要给他工作机会吗 难道你这个时候要助长说 你还要就变成市场机制吗 演艺圈的市场机制 有这么自由吗 我们也要弄个浮动油价吧 你现在三万叠的话 你就叠下去吧 你现在去印出给他一个机会 好像真的也是没有 是非的一种讲法啦 那当然就说 你某种程度 你要是怎么样去自主 你后面的事情 你要怎么去结束 或者说你是不是要 呼吁外界对你一个封杀的 这样一个做法 还是说你永远就退出演艺圈 那是自律的范围 那但是就是说 给他们机会的这些 不管是自主人的工作 这个我们讲说 那个节目的通告也好 这时候要去思考啊 对不对 刚刚这个麦麦正非 已经琢磨很多了 我就不再去琢磨这些 我觉得大家都要去思考 尤其丁小琴啊 最近被网友围剿 我要挺我的姐妹 你们这些网友借刀杀人 或是安欣雅又出来说 那我决定之下 我还是挺我的姐妹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帮派嘛 那鸭子就是一个会活生生的教训 你入邦 难道这个路可以继续走下去吗 是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进朗告 马上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